七、八月,正值暑假,相信很多人都想出去旅行 可惜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無法去 在澳門,住酒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說不知,原來澳門有80間酒店 而且有很多酒店都在做優惠 不過每一間酒店的定位都不同 真的不想預約了之後中覆 福亨塔為你誠意推介,酒店試服器 為你試試澳門各式酒店,真實呈現酒店網和現實的差距 好了,事不宜遲,畢竟第一站 當然要住好些了 我們這次回覆了,位於坦仔馬場附近 在2017年才落成的澳門羅斯福酒店 主要的賣點就是,看著馬場的無邊際泳池 還有看著海的專屋,聽起來好像不錯 不知住下去如何? 住之前當然要先看看房價 我們這次入住是6月份的平日 入住是比較中階的房型,豪華海景套房 在旅遊網站的基本報價都是900多元 交通方面,有關閘和碼頭的接駁巴士 不過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 班市就有點疏落 尤其是去關閘,只有三班車 如果不搭接駁巴士,公共交通工具方面 最近的巴士站和輕軌走過去羅斯福酒店都要10分鐘 所以我見到很多人都是自己開車過來的 雖然我平日過來,但在Check-in的時候 已經發覺到一些問題 前台有兩個人在,不過他們的處理速度 唉,很慢 交了10分鐘才拿到房 如果是假期,更加要等久了 希望酒店真的可以改善一下 Check-in,拿到房卡 那就是上酒店房 不要小看這張房卡 因為起羅斯福這裡 基本上,房卡就是去哪裏用哪裏 無論是出房、入房 又或者是插充電的位置 不要以為像你們平時住酒店那樣 禮手拿起一張卡就插到 這裡是要用回酒店自己的房間才可以供電 這樣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酒店只給了兩張房卡給你 但是供電就要用一張 剩下一張就讓你出入用 如果弄不見了,其實也挺麻煩 所以要小心保管 這次我們住屬於比較中層的九樓 我們這次住的就是雙床房 羅斯福其中一個特點就是 酒店房的房門都不可以像普通門一樣 直接開啟 要用開門的按鈕才行 走進房間,首先右手邊是一個廁所 廁所有做到乾濕分離 浴缸放在近門口位 至於企缸和馬桶都放在浴缸後面 比較特別的是,這裡的廁所是用免治馬桶 浴缸對面就是一個比較大的洗手台 基本酒店的梳洗用品其實都有 一出廁所,走前一點就可以看到整間客房 近窗台位有一張大桌 上面有一些酒店的普通資料和基本尷尬 還有酒店未來會有的活動 在近廁所牆那邊就有mini bar 和開放式的衣櫃 mini bar上面免費的就有兩支水 一些職用咖啡和茶包 收費的就有杯麵 冰箱也有幾支收費的飲料 至於開放式的衣櫃 掛著了浴袍 還有幾個衣架 衣架下面有夾蠻和酒店拖鞋 今次我們要住的是雙床房 所以有兩張接近Queen Size的大床 床的兩側有床頭燈 有兩個插頭 不過作為2017年才開的酒店 它的插頭位是沒有USB頭的 床褥比較軟 而枕頭雖然有兩個 但是還是比較軟 相比之下 我就會更加喜歡睡在窗台的軟墊 因為比起床更加軟 而且睡到就可以看著外面的海景 房的基本設備已經說完了 是時候要說一下酒店其他配套 由於入住的時候就有疫情關係 地下大堂就只開了酒店便利店 至於三樓就有健身室 泳池和酒廊 健身室是24小時開放的 而且可以看到橄琴一帶景色 講了很多基本物司機 是時候要說一下這次入住 這間羅茲福酒店的有 committee 最 main 1 房間的空間夠大 設 предлож overthrow putting to Vegas 兩個人把 LA裝在行李箱去 其實也有很多空間 marker window 朋友 第 2 景觀不錯 因為附近沒有太多高樓大廈 所以打開窗只看見一片開闊的景色 感覺上好像去了台灣度假 第 3 主打的游泳池與健身室的確表現不錯 至於無邊際的游泳池 的確是做到非常良好的觀感 一睡起這個池 就可以看到一片馬長綠柔柔的景色 它有跟兒童池和按摩池作出分隔 所以你可以欣賞美麗的景色之餘 又不用怕小朋友會吵你 至於缺點方面 第一,就是房間有很多細節位都做得不好 第二,五星級的酒店竟然是用二合一的洗頭護髮素 還要跟沐浴露是同一種味道 房間插頭位有八個 不過有一半是通不到電 而且還有一個差點給我拔出來 那時候我真的吸了一大口涼氣 第二,就是酒店莫名其妙的政策 雖然酒店在入住的時候 給了四支免費的支裝水給我 但是當我喝完四支支裝水 想問酒店再拿的時候 前台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你如果是今天入住的話 今天拿的支裝水是需要收費的 要等到第二天才可以問他拿免費水 真是有些莫名其妙 其他酒店都可以拿 但是只有他要收費 第三,酒店的設計不是太有事 企缸不可以自己調教冷熱水 所以要先開大花灑 然後開小花灑 來作出冷熱水的調教 浴缸雖然大 但是比較薄 比較難有借力位去起來 房間的冷氣 好像跟一些三星級的酒店一樣 都是行運 雖然可以讓你看 但是調教不到 但是這間酒店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景觀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選擇打開窗簾 而酒店的玻璃又不是屬於隔熱比較良好的一種 因此就會出現如果在下午打開窗簾之後 房間的溫度會比較高 最後總結 用900元住五星級酒店 聽上去好像幾低 但是入住之後就發現 酒店上有很多細節位都做得不好 令酒店入住體驗大打折扣 招牌的健身室和泳池表現的確不錯 但是房間的細節和服務的質素 真的有待加強 而且酒店的地理位置和周邊配套都不算完善 我認為羅斯福酒店會比較偏向小家庭 會過來玩一下水到過假 如果綜合評分五分 我想最多給它兩分 如果大家想知道或者想我們試著哪一間酒店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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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